台中市肉品市场转型成猪市圆满公园以及社会住宅 而另一侧即将兴建肉品冷链物流及分切供应中心 而这一天立北杨宠英、黄建豪等多位明代都到场会刊 要争取农业部补助1600多万元的设计经费 而顺利的话预计最快116年完工 这个地方我们把它转型掉 北区肉品市场积极转型变成公园和社会住宅 现在肉品市场的西北侧将兴建肉品冷链物流及分切供应中心 这天明代到场会刊了解相关情形 对于未来我们肉品市场在冷链 尤其是物流的方面 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规划 那么在规划费1000多万的部分农业部 昨天部长也说他全力支持 包含说农业部那还有经济部的部分 能够提供足够的经费 让肉品市场能够有比较完整的冷链系统 那到时候能够来配送到全市各地 比较有需要用到猪肉的地方 西北侧3400多平方公尺的土地 将建置肉品冷链物流及分切供应中心 预计新建地下一层地上八层 包含土体拍卖冷藏去骨分切区 以及行政中心等总经费约8.7亿元 明代争取中央补助希望能在116年完工 国家一直在推希望能够吃冷藏肉 甚至是冷冻肉 可是其实这个比例一直推不起来 我们希望台中市未来是不是一直 我们来朝向这个冷藏跟冷冻肉的食用 所以它也是符合HACCP 也符合猪肉外销的最佳的一个基地 那未来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分切有品牌 所以它的产销履历 它的那个肉品的食安 可以讲都是一个最 最佳的一个基地 目前农业部已经核定 1600万元补助细部设计经费 至于114年到116年期间的工程经费 也将依规定最高补助上限来协助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报道